首先,连接电源线 启动机器观察单双滚的转向是否正确 单双滚都按照箭头的方向旋转就是正确的 如果不一致,就要更改其中的两条电源线调整 调节刀缝大小 先将两侧的螺丝松开 再松开这个位置两侧的螺栓进行调节 调节好刀缝后紧固好螺栓 启动机器时,要把急停旋钮按照箭头方向旋起 如图所示,各个部位的启动按钮 下面相对应的就是停止按钮 左右两侧油顶操控把收 通过油顶,可以将需要找圆的木头 推到合适的位置 将木头推到合适的位置后 一定要将油顶收回 再进行找圆 拧开这个位置的螺母 可以调节油顶力量的大小 执开这个位置的绝对方